罗凡此时心机如焚 谭贤帝 你不可鲁莽啊 庞通可是练魂镜七冲的实力 况且 他还是四长老的徒弟 罗师兄说的没错 你若主动杀人 可是会出犯纵规的 慕懵义亦是游行冲冲 慕懵义 罗兄 你们不必担心 我自有算计 就这么决定了 罗兄 带路吧 见谭云心意已决 罗凡也只得拔心一横 好 我都听谭先帝你的 随后 罗凡便驾驭灵州 载着谭云默蒙翼 朝六万里外 四长老掌管的四号仙谷鱼飞去 一个半时辰后 夕阳西下残阳如险 罗凡驾驭灵州 飞落于一座风景如画的仙谷之外 杀意凛然的谭云 不懈地看了眼 庞统仙谷的禁止 他并未出手截除禁止 而是看向罗凡 罗兄 把他喊出来 好 庞统 给我滚出来 罗凡 我看你是吃了 雄心豹子胆了 胆敢骂我 旋即 仙谷入口 尽至光幕闪烁之间 一名身材奇长的青年买出山谷 紧接着他眼前一亮 色眯眯盯着木摸翼 至于练魂镜三重的谭云 直接被他无视 他唰的一声 打开手中折扇 带着如沐春风般的笑容 莫师妹 只要你今晚从了我 我可将罗凡刚才辱骂我之事既往不咎 否则 庞统的话被啪的一声打断 他只感觉身前影子一晃 接着又连活辣辣的腾统中一阵头晕目眩 却是被谭云一记耳光抽飞出去 不待庞统落地 谭云便身形一伤 只手死死钳住庞统的脖子 将其滴溜了起来 庞统惊恐万分看着谭云 由于被掐着脖子 值得吞吞吐吐开口 你 你是 你是 谭云置若望闻 左手依然掐着庞统的脖子 自己却看向罗凡 罗兄 他昨夜是如何带人欺辱你的 你现在就加倍让他偿还了 好嘞 谭仙帝 罗凡应声后 双目赤红 乾坤借黑光一闪 便手持一条乌黑长边 走到了庞统三丈之外 姓庞的 今日我也让你尝尝被鞭打的滋味 罗凡又臂一挥 鞭如黑蛇臭向庞统 此时 谭云不含一丝感情的魔音 传入了庞统耳畔 放弃中长 你会死得好瘦一些 紧跟着 便是鞭子抽在庞统身上的声音 一鞭下去 庞统便是胸膛皮肤开裂 紧接着他残叫一声 右手乾坤剑一闪 便手持飞剑朝身后谭云刺来 不论你是谁 我要你死 谭云左手掐着对方脖子 身形急速侧身 同时右手探出 抓住了庞统持剑的手腕 紧接着他猛然发力 将对方整条胳膊都撤了下来 你究竟是谁 孟毅是我的女人 你说老子是谁 谭云音策策说话之间 已然抬脚踩爆了庞统的左脚 庞统满脸难以置信之色 莫非你是谭云 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你怎么还活着 哼 这就不需要你操心了 罗兄 给我狠狠地大 罗凡不断挥舞长鞭 数息之后 便将庞统抽得浑身皮开肉绽 紧接着又狠狠抽在庞统脸上 每一鞭子都带起一串串血花来 不过片刻功夫 庞统已经被抽打得失去了原有的模样 整个人不成人形 谭云 你可知道我是谁 我乃死长老的徒弟 你这样对我 你死定了 我会不会死 我不清楚 但我知道你死定了 你算什么东西 敢打我女人的主意 啊 你又算是什么玩意儿 把我送胸的双腿打断 说着 谭云两脚踢断了庞统的双腿 这刻把庞统吓破了胆 一缕缕黄色的液体 从苦当中潺潺庆了出来 谭云别杀我 求求你别杀我 我以后再也不敢 再也不敢了 鸿蒙神童 谭云深邃的双眸 闪烁出妖翼鸿蒙 在与庞统对视之时 庞统便神色呆滞起来 谭云回首望向罗凡 若有所思 我们仙门丹麦 哪里人最多 由于时空道场内 设立着一幅 时空星月卷轴 共计我们仙门丹麦弟子修炼 所以 那里平日人最多 谭云点头表示明白 随即回首盯着旁头 你现在立刻到时空道场 等着所有人的面 大喊三声 木梦亦是谭云的女人 你就告诉所有人 谁敢再打梦亦的主意 你就是他们的下场 然后 自财谢罪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滚吧 谭云松开旁筒后 旁筒便爬上飞剑 朝时空道场盾去 时空道场建立在 丹麦密境东北方的一座仙谷内 占地方圆十里 一个时辰后 昊月当空 此时依稀可见 时空道场内 一名名丹麦弟子 有的相谈甚欢 有的正在交流修炼心得和炼丹心得 就在这时 接连三道呐喊声从天而降 诸位 母梦亦是谭云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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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我旁筒却有眼无助 企图燃指 我该死 你们打牧师妹主意的人听清楚了 赶紧熄灭你们的念头 否则下场与我一样 数千名弟子纷纷寻声仰头望去 但见夜空之中 庞统趴在飞剑上 左掌带起一团灵力 直接击中了自己的眉心 碰的一声 他脑袋崩裂 尸体从飞剑上砸落在了时空道场之中 众人看着庞统蚕尸 顿时炸开了锅 什么情况 庞统自杀了 是啊 他好端端的自杀作甚啊 再说了 母梦亦可是我们先门九大美女之一 但凡是个男的 谁不向他占为己有 庞统至于自杀吗 大家快看 他被人打断了双腿 浑身伤痕累累 是不是有人逼他死的 那还用说 肯定是有人逼他了 他临死前提到谭云 莫非谭云死而复生 人兄可真能开玩笑啊 估计永恒之地中 谭云的尸骨都被妖兽给吃了 他还复活个屁啊 这个庞统临死前还故弄玄虚 说什么打默默一主意 就会和他的下场一样 真是可笑至极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至极 接下来苍穹中发生的一幕 让所有人都毛发倒数 一股寒气自脚心蔓延着心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